台北市府发言人罗旺哲请辞获诊之后 民政局长陈永德脸书写好想退休啊 难道第二颗请辞炸弹又要引爆 那跟市长聊聊这一块吗 不可能啊 他跟我聊也不跟他聊 发文一出引发关注 但蒋市长第一时间却没来电 所以有想找他但是被拒绝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他找我我还不一定要看他 隔了一天蒋万安说 两人见过面了 不过更多内幕被爆出 日前因为二兵冰柜不足 民政局长陈永德上周也被要求 列席舆情会议不断遭到市政顧问 陈国军责难 群组对话中也指导副秘书长 当时直接跟副秘书长王秋冬说 报告副秘我看不懂 就是没有冰柜 不是一句和是否没关系就解决 除了发言人 连负秘都能指导 被质疑是否被小圈圈把持 外界认为说核心圈太小了 应该也建议说应该要过大 这个问题应该问发言人吧 不是问我吧 那您自己有了解吗 就您的了解呢 我了解部分 这个还是要问发言人吧 为什么看着王秋的表现 我不晓得这个你要问秋冬发言人比较合适吧 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了吧 可以走了吗 因为你一直跳针啊 我没有跳针 我都回答你们的问题啦 说那个陈国军是地下市长 你怎么看电视 其实市府我们就是一个团队 被陈国军顾问嘛 那您这方面就是想要解决 其实我们团队 大家都会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 大家要彼此的沟通 蒋万安强调各司其职 但不是发言人 也不是民政局长 这样教导他人职务 也让人看了满头问号 华氏新闻城市张正洁 台北不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